東區巷洞內 沒走幾步就能看到招租的廣告 本來商圈人潮就減少 年初遇到疫情後 更是雪上加霜 東區店面控制率超過百分之十 以往只有巷子內 如今連大馬路也不例外 位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口 這個黃金三角窗的店面 原本是由旅行社業者乘租 但自從他搬離以後 找不到長期的租客 只能淪為短期的拍賣會 顯眼的三角窗 過個馬路 就是百貨公司跟捷運站 成為明顯的地標 也具有廣告的效果 是一個燙金店面 之前旅行社成租 單品租金六萬元 每個月要價一百萬 但沒有人潮等於沒了前潮 再好的位置 依舊沒有品牌願意進駐 控制率提高的現象 那最主要的話 就是實體店面 它的這個替代率開始下降 尤其是現在大部分都用電商做消費 那因此的話 很多這個店家 可能營收效果並不是很好 商權沒落成為最大關鍵 不只小品牌逃離 甚至連韓國知名美裝旗艦店 也撐不下去 助力在東區超過六年 官方證實將在十一月八號 約滿後結束營業 轉往信義區發展 即日期舉辦感謝慶 出清所有商品 那像這種國際連鎖品牌的話 大部分目前的走勢都是會跟這個百貨公司 做配合 因為百貨公司除了就是他的這個 貴位以及同意的這個規劃之外呢 每一期的活動 他們有自己的檔期 那同意包裝跟行銷的話 事實上對很多品牌或者是店家來講 都是增加營收 或是增加曝光率的效果 以東區中校商圈而言 大品牌寧願選擇進駐 比較有極克力的百貨公司 或者人潮多的信義區 還有西門商圈 讓東區街邊店持續罰人問警 商圈使詞詞詞詞方向 TAPDOT